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重点关注控烟的话题 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 而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 新版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就将会正式生效了 这也可能是我国控烟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控烟令 这次控烟条例的主要焦点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待顶的场所都不允许吸烟 而在新规定之下呢 以前设立的吸烟室也将会被禁止 即使是在室外吸烟也有限制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新闻频道也将会推出世界无烟日特别报道 你有空吗 通过对北京控烟条例这个搜索关键词的数据分析发现 不仅北京网友关注北京控烟条例 其他地方的网友也对此表现出了兴趣 表明作为首都的北京控烟政策的推出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成功与否可能关系到全国控烟的成败 针对烟草加税加价分析 网民们最新热议的话题前两名 就是成本高了减量和分享经验戒烟 人群对吸烟最关注的热点是吸烟危害 对戒烟最关注的是戒烟方法 对控烟最关注的就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对戒烟最关注的烟状态 对戒烟最关注的烟状态